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27日星期六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早兩天 大陸有不少的網民和小粉紅 發起了義和團式的罷買洋貨行動 不過大陸現在就好像進入了一個平行時空 有人在網上 要展示出銷毀Nike波鞋 和展覽H&M的三個片段 但是與此同時 在網購平台京東上 Nike專門店就有一對新的波鞋推出 原來去到昨晚已經有35萬人訂購 而且全部都是真金白銀給了錢 可以說是盛放空前 到底這次的罷買洋貨罷了什麼呢?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 Nike新波鞋 預購情況 有多麼洪動 話又說回 H&M就已經在大陸很多網購平台遭到下架 但是Nike就照舊安然無恙 我估計這個情況就是恥子挑軟的吃 因為 H&M就是瑞典企業 但是Nike 就是美帝老大哥的企業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導致Nike照樣可以發售 淘寶也有 京東也有 真奇怪 不知道它是採用什麼準則 好了 在這個知名的網購平台 德物APP上 仍然有大量的Nike產品出售 而且交易量每分鐘都在增長當中 另外 在京東的Nike專門店裏 有一款新的運動鞋 預約搶購活動在昨晚截止 結果 吸引了有35萬人來預購 那雙球鞋售價是699元人民幣 其實就不少 因為大陸 有6億人口每個月的收入都是1000元人民幣以下 所以699也算是貴的 就算港幣也貴 問題就是我看那款球鞋 其實款式也很老套 十足二、三十年前的款式 但是也有這麼多人落搭 證明得到這群人 具有一定消費能力的人 根本就沒有參與到這一場 罷買洋貨行動 反而來說 那群慶高採烈 去燒Nike波鞋 剪衣服的那群人 就被人發現到其實他們燒的那些波鞋是山寨貨 所以說得白一點 其實就是有一群消費能力比較低 或者是花不起錢買正牌波鞋的人 就跑去燒了一堆的山寨貨 然後就用來彰顯他們的愛國情懷 只不過 洗得起錢 或者是願意洗錢的那群消費者 就靜靜地走去網上 預約搶購這雙波鞋 所以整件事就是相當滑稽的了 那你罷買洋貨 照跟你就是 有不少能力 你給得起錢買你才能罷買的 本身那群低端人口 全身沒錢也不先 他說去帶頭罷買 就算沒有新疆棉這個議題 那群人都是買不起的 浪費鬼氣 所以整件事就是一場鬧劇 好了 大陸又有一個社交平台叫做虎撲 他們昨天就有一個 民調就出來了 在網上做的 那個問題就是 假設Nike不願意就着 他用新疆棉花的事件道歉 但是 就將一雙2000人民幣的波鞋 減到800元來出售 究竟你買不買呢? 有45%的網民說買 37%就說不買 17%就說到時候才算 那就是身體就很誠實了 2000元減到8塊錢你不買 4成半的人說即買 所以這些就坦白了 反而來說 37%說不買 到底裡面有多少人是真正給得起錢買的 8塊錢人民幣 對呀 說的是有部份人 一個月八成的收入 買條毛嗎? 是不是? 他本身也不能買的 他也買不起 是不是? 所以 這些罷買洋貨行動 其實在歷史上 根本沒有一次是成功的 就算說到民國時期 都是不成功的 鋪鋪也是虛火來的 來到21世紀 我認為就更加不可能會成功的 為什麼呢? 都已經進入到全球化的時代了 說的是全球經貿的年代了 你說去罷買洋貨 其實就是找自己老產 你說這些叫洋貨嗎?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只有一個品牌是洋的 實際上也說 在哪裡生產才行 又是MIC 又是血汗工廠生產出來的 你說罷買洋貨 其實就是打爛了工人的飯碗 我當你真是能夠成功罷買洋貨 其實都是七雙權 你罷買洋貨 那個洋品牌洋企業倒閉 那受害的是什麼人呢? 當然啦 洋企的老闆就是受害了 問題就是他在大陸也請了很多工人 那幫工人下降之後去哪裡呢? 是不是? 全部走去李寧牌那裡 那個工廠全部接收 真是 實情中國有哪一段的時期 真正能夠全面罷買洋貨呢? 就是改革開放之前那段一窮二白的時期 你去買東西都是要用糧票的 那時候最優質最頂級的國產貨品 全部都是拿去外銷賺外匯的 那時候不要說洋貨 國貨那些好東西都難買 好啦 改革開放以後 中國人民富起來了 那你那些人有錢的時候 那些錢貸在自己的荷包 他就有自主消費權 你說其他東西沒所謂 錢在他的口袋裡面 他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 那當他要真金白銀給錢買的時候 他就當然選擇好東西來買的 就算說那些低端人口 他們也有一種虛榮心 去買山寨的Nike 那你不去買李寧的正品? 是不是? 是正牌貨來的 你也不買你也要去買一雙老番 那就證明得到那種虛榮心是多重要 正版買不到 我都要買一雙山寨的 買一雙老番的 所以你說罷買洋貨 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人家的品牌經歷了那麼長時間的建立 已經是深入民心 你怎麼能夠打擊得到他呢? 接下來我們就去看看 大陸有些抖音上的愛國網紅 不斷發短片來表達愛國情懷 有些人就說 H&M以後也不要再買了 這些又荒謬 質量又不好的洋貨 無論如何都不及得中國製造 中國設計的 國潮品牌 即是大陸的潮流品牌 當然這些人說不買洋貨 要愛國貨 但是那些小粉紅就發現得到 他去發佈短片的手機 不是華為、不是小米 而是iPhone 這些人又是露餡了 實際上有些人根本就是仇富心態 他自己用華為、用小米 當然他說不愛國也不行 他也是 沒得選擇 問題就是 你這條陷家富貴又說自己愛國又說如何如何 誰不知就跑去用美國品牌的 智能電話 怎麼說得過去呢? 是不是? 演戲也做全套 買一部爛糕小米也不是很貴 反正這些網紅在抖音上都是賺錢的 這些就認真是愚蠢到極 當然愚蠢的又不是他一個 陳小春也在網上被人秉緊 有些小粉紅也跑去燒他 就是問他為什麼要用iPhone發表貼文 我又很理解那些小粉紅的心態 不是說他愛不愛國的問題 大家不要不去疑 我從來不說這些廢話 而是那群人心理也不平衡 你這條粉搶說愛國 然後用那台手機就一台一部 他又說愛國他用那台手機就是chip chip手機來的 而且他做了職責才只有1000塊幾個月 你一台手機就已經一台一萬元了 他做一年不吃不著才能買到你那台手機 你又愛國他又愛國 為什麼他喜歡如此 他一定會質問你的 當然是趁機說你不夠愛國 因為這個是夠了冠冕堂皇 包裝得漂亮的 而且那些人去質疑別人不夠愛國 肯定不會構成尋印之事 所以他就不斷拿這件事出來 作為借口去對付別人 實際上說什麼愛國 全部是愛錢 浪費時間 說起愛錢又要說回那些藝人 先兩天就執書行頭慘過敗家 搶著要跟那些洋貨品牌去割 Adidas、Nike全部割得就割 好像割盲腸那樣割 好了,你一割完以後 原來這一團是虛火來的 所以根本上面對這些情況 最好就是以不辨應萬辨 你就先看清楚形勢 不然這群人自己虧卓了 全部都做了笨實 割什麼呢? 原來在京東上還可以賣Nike波鞋的 35萬人去預購 那你或者去跟他割蓄 那你當然就收小份水 那個贊助費就沒有了 實際上來說 當這些議題刁淡了以後 根本也沒有人再理會了 所以現在這段時間 那些不出聲的明星就聰明了 他很大都別說話了 現在看到這樣 還割什麼呢? 割一下割自己的人民幣 當然了,不僅是那些明星做笨實的 另外有一群跪下的品牌 就顯得更加肉酸了 比如說無印良品 在網購平台上 專門標明那一隻 是用新薑棉來製造的產品 為了取悅大陸的市場 問題就是Nike 為什麼它好像有一個特權那樣呢? 是不是? 它沒有撤回那篇聲明的 但是它仍然可以在大陸來銷售 根本上你那個刷鞋的舉動就是無謂的 而且來說 還會得失海外的市場 因為有些海外的消費者 其實很多都是左翼分子 他一看到新薑棉製造的 他就不買了 外國的消費者是很有趣的 他們專門看這些東西的 就算買咖啡豆 他也要看看是不是以環保的方式來生產的 買那些紙的製品就要看看他是不是再生紙製造的 那你呢?根本上 這樣去取悅大陸市場的時候 就是會得失了外國一班的消費者 與此同時 美國有一條新的法例就來頭了 就叫做防止維吾爾強迫勞動法 在眾議院的時候已經是通過了 去年 現在是等待參議院通過 總統簽署就會成為正式的法案 現在未過 但是將會過 那如果那些標榜去使用新薑棉的外國企業 那遲早就是會跟這條新法有抵觸的 那你說這條新法過的機會大不大呢? 現在看上去的情況就大了 因為 你全球都在聯合行動的時候 那你作為老大哥 那你這條法例會不會過呢? 當然背後有很多人去做那些 遊說的工作就不希望這條法例過了 尤其是那些外國企業有花了很多資源去做這個遊說的 但是我看怕那些人的遊說都是會失敗的了 當這條法例如果真的通過了的時候 那些外資的企業 那些外國的品牌 其實他都會面臨著一個抉擇 就是他到底用不用新薑棉呢? 到時候如果他用的話 就會得罪了美國 就會跟美國的新法有所抵觸 如果他說不用 他低調一點不用的 可能也不會得罪大陸 你去發聲明說不用不用 這樣可能就會跳動大陸的神經 反正來說 這個抉擇遲早的外資企業 其實他也是要面對的了 過得初一過不了十五而已 所以現在Nike為什麼要站硬呢? 因為他都沒得選擇的 是不是? 如果他現在選擇了跪低的話 他遲早又是要向美國跪多一局 那麼他跪來跪去 那他不如索性 以不變應萬變 反正現在在大陸裡還可以賣 他就告訴你 賺得一天錢就得一天錢 這些企業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